看見Casipatific是很開心的 有咖啡 你喝這個好像挺好的 我想喝這個 其實挺不錯 我喝了咖啡 吐啡 是這個糕? 你想吃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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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好 嗯 OK 可以做滑沙 wine Perfec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Can I get red wine? Red wine? Yeah. Merlot? Merlo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We're welcome. We're all good. This is the best. We're here. We're here. Let's go. We're here. I just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 just wanted to share with you. 机场的时候客人他就跟我在这个WeChat里面聊天 他是一个内地的客人 他在香港有投保的保险 那么有这个重疾 那他最近呢就发生了一个疾病 去做了手术 那现在在这个病理处理过程当中 那他自己就是觉得说 医生其实大部分就告诉他 可能会是一个早期的癌症 那其实他在聊天当中 其实我也感受到他的一些担心 这个客人其实他是已经定居于外国了 那他这次回国呢 也是顺便做一个小小的检查 怎么知道就发现了 会是一个早期的小小的癌症这样 那但是呢 他在跟我的聊天当中呢 我其实是能够感受到他有点怕 但是我觉得我的角色呢 就是给客人更加安定的这个后盾 然后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 我觉得我遇到很多事情 那让我觉得说 遇到事情必须解决 那我也遇到非常多的朋友 生病还有客人的理赔 我也觉得说 其实这些根据现在的医疗技术来说呢 很多病是可以治愈的 这样的 我可以知道 你是可以OK的 所以就是 我的客人跟我聊完天之后呢 都会觉得说 心情会放松一些 我觉得其实我的角色就是这一个 我不仅仅是帮助大家配置 他们需要的这个理财的产品 还有这个保护的保障的产品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 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安心 如果你有事的时候 我都会在 你有事的时候 我都会有我的经验 我有遇到过这些事情 可以分享给你 那我这个客人 其实他是在外国有定居 那他这次呢 也是觉得说 他在我这里投跑这个保险 能够全球的理赔 让他之后可以 就真正如果查出来 是严重的疾病的话 他之后可以去选择 去到日本治疗 或者去香港治疗 是非常有选择的 那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 这个健康状况 一直都非常有信心的 其实他很多年前 就已经在香港存了 这个储蓄的这个保险 但是去年呢 我就说服他说 你还是要有一个 医疗的这个保障吧 因为其实他已经过了50岁了 其实不算便宜 但是我还是跟他说 因为我医到过很多情况 有一个医疗保障会好一些 那好在说他听我的话 他做了 就是去年他刚刚做的医疗保障 然后今年 去年5月份嘛 那到今年是他前两天说 他去检查 那就是6月底的时候 刚刚过了一年 那好在呢 就他有这个保障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理赔到的 现在得疾病不可怕 现在最可怕的 就是没有钱去治 最近在看到那个日本 那个肝细胞治疗方面呢 也是有非常大的提高 而且日本的这个法律 跟规则都非常的严格 很多病人在日本 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所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你要有一笔资金去支撑 你批发的各种的情况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今天这位姐姐 他跟我聊天 他说他在他自己的 那个移民的那个国家 那他也是有保险的 那可是呢 他现在在中国 看了这些疾病 他把所有的单据都翻译成 英文 然后拿回他的那个国家 看看可不可以报销掉 因为他在当地也是 拿着一个小小的一些 各自的商业保险的 那他那个商业保险 虽然是医疗保险 可是呢 是叫做严重疾病的医疗保险 所以说他普通的住院 永远是报不了的 但是他说还是要翻译一下 去拿过去报试一下 我说哎 那你看 这个就体现到我们这个香港 在香港投保医疗的好处 那么一呢 是全球理赔了 接受任何国籍的人的投保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拿过来的文件 我们都是认可的 那内地的简体字的理赔报告 我们是认可的 英文的理赔报告 我们是认可的 就是那个体检报告 或者是那个诊断书 我们英文 经文简体字都是认可的 还有就是日本 连日文 这次我有一个客人呢 他是在日本旅行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状况 然后就住院了 那他拿回来理赔的时候呢 我原本跟他说 我可能还需要翻译 但怎么知道 我提交了文件之后 就是没有翻译 没有翻译 我们就理赔了 所以在香港呢 我们是连这个语言方面 都可以给大家省去 很多的麻烦 那么我们也是全球理赔啊 然后终身保证续保啊 今天客人就担心说 哦那他这次 如果是比较轻的疾病 他是不是就不在我这里理赔 因为理赔了之后 可能以后就不让他续保了 我说你不用担心 我说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是保证终身续保的 你理赔还是照样理赔 你该得的 我还是会帮你 争取到你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在香港 是一个非常好的 有利于我们华人 去做任何投资 跟任何保障的一个地方 华人也可能都算一点 扫充继续保证 据刚才我是跟我聊天的那个话题 就是说他这次在内地的医院去治病 那么他还要聊到说就是在 无论在香港啊 日本啊 或者是海外的医院 那么其实是可以 个人完成所有的住院治疗 住院的手续的 可是在内地呢 大家可能是受 和外花钱去请人 或者是一定要有家人 或者是请家人亲密 就是说说起来 这个内地的这个社会的风景 大家觉得说还是要有亲人啊 要结婚啊 就为什么说家里的老人都催 大家就结婚了 外国人没有催 大家就结婚了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在将来考虑到 治病养老方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和范人 去帮你签字 朋友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牵扯到了很多的 社会上的一些规则啊 一些习惯啊 一些这个风俗这样 所以我这个客人 其实他是早就都移民了 然后他现在一个人 我觉得他也生活的挺好的 我也跟他说 好在你将来养老是可以在外国的 现在就不需要说将来养老 还需要要有人啊 一个一个人陪伴啊这样 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 我自己处理的事情 就不要麻烦别人 即使是家人 其实就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很难说去麻烦掉别人 现在呢 我就来到登机口 发现这个延迟 登机延迟 给你全的衣扇 is ready 这条好有着脸 哦 这有维隶的政国 我们来到国外 我来到国外 你好 这是好吃 we go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